大家好,又到了 GameplayHK 每月為大家介紹遊戲的時候 到了五月份來到遊戲的淡貴,遊戲就預算少了 但是會不會有些好東西避開傳統旺季競爭在這些日子推出呢 另外任天堂都怕了心口說,其實淡貴又不用怕 我們有很多冷飯準備定給你,我們就看看這個月有什麼好遊戲玩 第一款遊戲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這款For the King 其實Steam在2018年4月已經推出了,現在就移植到家用平台 PS4 5月7日,Switch 5月9日,Xbox 1 5月10日 這款是一個策略模擬的RPG遊戲 玩法有點日式的味道,但畫風是西方風格 大地圖就是六角形的戰棋玩法,再加上回合制戰鬥系統 因為國王被一個不知名的殺手殺死 女王陛下就號召全國勇者們拯救國家 除了單機之外還可以線上合作 如果有朋友一起玩應該會增添趣味 其實Steam版本都挺划算的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等家用機版,還是現在馬上買Steam版本 5月10日,Switch為大家送上第一款冷飯 是一款黑幫遊戲 Sings World The Third The Full Package 這款遊戲原本在2011年在PC PS3 和Xbox 360 上已經推出了 一用黑道遊戲這個題材,很多人都會將它跟GTA 比較 不過這款遊戲主要就會玩惡搞 我自己所知這款遊戲一開始的片頭已經惡搞了 Star Wars 遊戲裡面都有很多這類型的題材,所以玩了上來應該都是挺歡樂的 遊戲主角就是玩家自創出來的角色,跟GTA就很不同 不是定寫一個角色給你用的 這款重製版在Switch上推出就會包括以往推出的所有DLC 唯一缺點就是隔了這麼多年都不做回中文版給大家 在Switch上這類型的遊戲就不多,不知道吸不吸引到你們呢? 去到5月14日,有一款中世紀題材的作品 Aprick Tale Innocence 花生平台PS4、Xbox One和PC 故事背景是1349年的法國 當時就黑死病肆虐 傳播每街就是老鼠和它身上的跳褲 如果有了解歷史的朋友都知道 當時的生活環境是很艱難 充滿飢荒和病毒威脅 遊戲講述兩子弟 Amacia和Hugo在這個無助的環境冒險 遊戲吸引地方當然就可以以真實歷史背景做題材 守無寸跌的兩子弟如何可以應付這麼惡劣的情況 在那個時期其實身邊的人 今天可能跟你聊天,隔一天可能不見了他 不知道這個遊戲會不會有這麼弱心的情節呢? 5月14日就是一款很瘋狂的射擊遊戲 Range 2 發售平台就是PS4、Xbox One和PC 距離前作已經有7年那麼久 遊戲背景就是第一代故事的50年之後 即是185年 在這個未來世界,地球是因為小行星的撞擊而變為廢土 人口大量減少了 而我們的主角是有崇高理想的巡景 對付企圖用鐵碗統治人類的暴躍當權者 遊戲風格來說我覺得如果大家有看過《北斗之拳》的話 看到PV畫面一定會會心微笑 因為裡面的流落的樣子真的跟《北斗之拳》是一模一樣的 在這個遊戲裡面除了槍戰之外,再具都很多玩 因為當你上車後就可以利用車上各種不同的武器 例如機關炮、火箭炮,真的很瘋狂 在最新的宣傳片看到 官方為了鼓勵玩家進行更多中近距離的戰鬥 所以就賦予了主角很多很強力的技能 例如可以直接用槍或手掌把敵人打飛 又或者利用類似念力的攻擊把場景上的爆炸物捏爆 如果你喜歡用冷兵器,回力錶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其中有一支HIPER CANON我自己覺得很棒 可以將敵人打到灰飛煙滅 各位射擊迷想不想扮演一下,擁有超能力的末日救世主呢? 接下來又有一款著名射擊遊戲的重製版 Sniper Elite V2 Remastered 這遊戲有名爆彈精英 遊戲故事就是要扮演聯盟軍的追擊手 一個人去抵抗納瑞德軍 最後就要搶到納瑞的V2火箭技術資料 遊戲賣點就是擊中敵人的時候有機會觸發X-ray特效 可以看到子彈怎樣穿過敵人的器官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很神奇地 大部分玩家都喜歡攻擊敵人的下體 所以爆彈精英的名字就是這樣 這個重製版就會說用了新的圖像技術 令畫質會提升,以及支援了4K HDR的輸出 再增加了相片模式 就是說在X-ray特效之下可以捕捉爆彈的一瞬間拍照 最後都新增了多人連線模式 PS4、Xbox One 版就可以支援16個人 Switch 就支援8人連線 如果要離線玩多人模式 應該只有Switch 版才會有 可以四個人一起玩 不過離線可以一起玩的話 會不會玩玩玩一下 現實中都會爆彈呢 5月16日,Ark System Work 為大家 樂足心機地炒這碗冷飯 炒了20年 將會在Switch上推出的Guilty Gear 20 周年合宅 這個合宅包括了Guilty Gear 以及Guilty Gear Double Cross Lambda Core Plus R 都是格鬥遊戲 它特別之處在於裡面有一個可以一擊必殺的殺界系統 只要命中就可以逆轉戰局 這次在Switch上推出合宅其實也有花點心思 起碼要做個中文化 到5月21日有一款新遊戲 世家的Team Sonic Racing 大家有沒有玩過這個系列? 我自己初次接觸就是SX年代 記得當年跟朋友玩都玩得很開心 每個地圖大家都要記一下捷徑 可能你們都會想到跟Mario Kart其實都很相似 但如果大家沒有Switch的話 這遊戲就幫到手 因為PS4、Switch和PC都有 而Xbox One只有歐洲版 單機可以分割四個畫面對戰 線上對戰最多可以12個人 今次新增有團隊戰 隊員之間的道具可以互相傳送 所以會有策略性 還有PS4有點優勢 因為Switch連線溝通會有點阻滯 麻煩一點,PS4本身有個Party大家可以聊天 官方公務室有14款道具 會有火箭、障礙物、炸彈、加速等等 看看會不會做個攻略詳細介紹 玩家也可以為自己心愛的賽車改裝一下 到時我們應該都會四個一起玩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去我們Amvithing網站選購 和以往一樣都會免運費寄給大家 喜歡這個遊戲的話記得支持一下我們 21號在Switch上有幾隻CAPCOM出的重製遊戲 首先就是Biohazard Zero HD Remastered 這隻原本就是02年在GameCube上推出的生化危機前轉作品 故事就發生在第一代洋館事件之前的幾天 STARS的新進隊員Rebecca 和逃亡中的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少衛Billy 這遊戲就是一個拍檔切換系統 可以讓玩家按制隨時切換扮演Billy或者Rebecca 分頭去解謎 接著就是Biohazard HD Remastered 這隻經典作品就重製過無數次 初次面世就是96年3月在PS1上 這遊戲都奠定了Biohazard在喪屍遊戲的地位 故事講述STARS的成員Jill和Chris去了調查洋館事件 剛剛提及的這兩隻遊戲都只有下載版 如果你想買實體版就有一個Resident Evil Origins Collection 裡面就會收錄了 Resident Evil Zero 的遊戲卡帶和Resident Evil的下載最好 如果你兩隻都有興趣的話買合集應該會比較划算 接下來就是型男Leon出場 Resident Evil 4 這遊戲只有下載版 故事就發生在Biohazard 2 的六年之後 Leon 就由一個小小的RPD 警員 成為很高人工的美國政府直屬特工 為了要救出某個總統的女兒 就不小心撲破了一個邪惡組織光明教團 如果你對生法危機有愛有美玩過這集的話 都可以考慮一下入手 都是21日就有刺客教條3的重製版 其實在3月29日就已經在PS4、Xbox One和PC上出了 終於來到Switch版本 在這遊戲中玩家就會親身參與美國獨立戰爭 阻止華盛頓遇刺 以及現代線的主角Desmond 他的一生都會在這一代終結 刺客教條3在Switch的重製版 就新增了Touch Mode的介面和動態控制瞄準 即是可以用Joy-Con體感去瞄準 以及刺客教條自由使命的重製版 都會在這遊戲中 玩慣了光榮三角的你 是不是時候要轉口味呢 一再延期的Total War系列 Three Kingdoms 會在5月23日PC平台退出 有玩開Total War的朋友的你就知道 除了一隻講日本戰國之外 大部份都是西方歷史故事 今次就是首次有中國歷史題材 這樣就選了最為人所熟悉的三國題材作遊戲 在遊戲介面就會有武將系統 還會有單挑的情況出現 再配合Total War的聲勢浩大戰爭場面 應該可以好好還原三國的歷史戰爭 就這樣看畫面的戰爭氣氛 是比起光榮的三國志好很多 不過人物造型都是光榮做得好一點 Total War的真是 不知道怎樣形容 大家看看董卓的樣子 還有女報的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裝模式可以做得好一點 遊戲有繁體中文 還有應該有國語 所以我們玩下去就會有更多親切感 來到5月24日 撇除蟲製的Balhasa 這一款是全新的恐怖遊戲 Dorehouse 花售平台PS4和PC 在官方宣傳片就全部黑白色 但在遊玩當中會多一點色彩 不過都是很恐怖 尤其是第一身視點 玩家在一個很昏暗的環境下進行遊戲 主要目的是收集回憶 拼湊Mary的過去 遊戲地圖是自動生成的 每次進入關卡都有不同體驗 除了單機模式 也有多人對戰模式 玩家可以在14個角色當中選擇一個 每個都有獨特技能 接著5月28日 就是一款恐怖的冒險遊戲 Nears of Fears 2 玩家將會扮演一個演員 成為電影的主角 登上恐怖陰森的軟陽客輪去參與演出 還會從中找到自己的過去 以及為什麼被選中參與這場電影的拍攝 其實看完整個宣傳片 我自己覺得這遊戲和PT有點相似 是不是真的做到這麼相似的恐怖效果 就要玩過才知道 各位又有沒有興趣呢 5月29日有一款恐怖遊戲移植到Switch上面 Amanda Sleep Enhanced Edition 之前PS4、Xbox One和PC上都有 移植到Switch上面還有中文版 遊戲故事講述一個兩歲的小朋友 半夜睡醒竟然不見了媽媽 之後就帶著一個紅啤啤在二世界裡力險 現在香港是不可以獨留兒童在家中 這個情況比較少發生 我那個年代小時候真的有試過這樣的經歷 玩這個遊戲不知道可不可以勾起大家小時候的恐怖回憶 而且還要在第一身試點去飾演一個兩歲小朋友 最後一款遊戲5月30日 Switch的新遊戲 Love Love甜點,你和我的秘密食譜 Ark System Works 今次就跟大家開一間甜品餐廳 大家可以用Joy-Con的體感功能製作甜品 例如攪麵粉,擠Cream等等動作都可以用Joy-Con模擬出來 甜品種類超過100款以上 我想當作Cooking媽媽的甜品版遊戲 還有中文版 5月的遊戲介紹到這裡 雖然新遊戲不算多,但有幾隻都很吸引 從仔遊戲當中都有些大作 不知道大家以前沒有玩過,現在有沒有興趣入手 覺得這條影片幫到好,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支持我們 記得要訂閱我們GameplayHK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個月再見,謝謝,拜拜